我觉得有一个逻辑 你看这样对不对 相爱是两个人的事 对吗 尊重年长者 是不是也应该基本做到的 是 你们俩结婚 拿你那套逻辑和理论 我们俩结婚了嘛 我可以不通知其他的人 你通知没通知啊 通知了 你不是还通知了一桌呢吗 你别通知啊 你们俩结婚就你们俩的事 别让大家给你们祝福啊 干嘛要大家的祝福啊 做个见证啊 你见证什么呀 这就是我在形式上面 我不要你这一套繁文乳节 可是我在内容上 我又要你这套东西 那不就是在我人性上面 什么对我有利 我取什么吗 这就是你现在最大的问题 其实我真觉得 你今天好好反思反思 不是说喝了两天的这个 洋墨水回来之后 您就怎么着了 该尊老尊老 该爱哟爱哟 基本的传统的东西 别丢了 你儿子以后也可以这样是吧 你儿子的媳妇可以跟你媳妇 一句话都不说是吧 这是他的事情 你看 所以我们不是要逼着你们夫妻俩离婚 现在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都是大家要证实一些问题 在他骨子里面 或者他现在所表达的这套体系里面 是有问题的 至少今天你们夫妻俩 对于你们婚姻这段过往的描述 是被大多数人不能接受的 所以你们自己也会累啊 你不觉得格格不入吗 爱一个人 要学会爱他身边的所有人 也许你做不到爱 但是你至少可以包容 如果你认为那是你要的人生 我们当然无法阻止 我有 我要 我要想一下 没关系 这个是你们夫妻之间的交流 我们之所以说这么多 是因为说你们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呈现了很多东西 被大多数的人不能够理解 行了 接下来就是 人家夫妻之间的那点悄悄话了嘛 一起进入那几天喝苦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我觉得 我们可以去 不妨自己去想一下问题的本质 不必在意别人的看法 我觉得我们要负起责任 就是对小孩子的抚养和教育 既然有了他就把他养好 培养好 像主持人那样 虽然我不能接受你母亲的观点 或者是有些头角 但是我能够包容 来 请量度 来 打开你们的记忆箱 我们看你们的记忆里有些什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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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过来 女生是放了一把钥匙是吧 为什么呢 就是我来上节目之前 我就租了一套房子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反正我觉得我们还是 如果今天我们 如果大家都是想往好的方面发展 还是想继续走下去的话呢 我们就一起搬出我妈妈的房子 就一起去住在我租的那个房子里 你送的啥呀 我送的是忘情水 啥意思啊 给我一份忘情水 让我一生不流泪 就是说以后不用 天天吵架 天天吵得我要哭了 脑袋晕 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形式 像这种 我可以负习着当老公的责任 比如说 照顾好你的生活 然后相互的成就 共同的进步 然后把小孩扶养大 行吧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 来 请关门 来吧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同有请 我们见证属于他们俩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没有谁能把你降临 我身旁 只是我的这首天 怎么办 没有谁能取代你 请亮灯 来 谢谢你们分享 谢谢两位 请回 谢谢 有很多家长说 我的孩子怎么就这样 其实你回头想想 孩子是你的一面镜子 所以我有一会儿在想 为什么在这个舞台上会出现 这样或者那样的故事 可能真的需要太多的人来反思 我们曾经给予孩子的教育 是不是真的出问题了